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,台中东亚清运因中国施压,遭东亚奥林匹克理事会取消,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,未来事件交易所今。 27日发布新闻稿指出,台中市长林家龙因此事件,连任看好度在所有争取连任的县市长中,目前仅次于台北市长柯文哲。 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临时理事会,决议取消原定于2019年在台中市举办的首届东亚青年运动会,不仅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,也在国际上引起瞩目。 隔日中国国台办已书面证实,直指是因台湾推动东京奥运证明公投,但也有报道指出,中国认为台中市长林家龙连任机会高,担心无法掌控赛事,因此出手取消此次比赛。 取消比赛举动被预测将对民进党在年底选情有利,未来事件交易所今日发布新闻稿指出,台中市长林家龙的连任看好度在一周大幅上涨,相较于5月23日的价格上涨6.18元,达到79.09元。 与争取连任的县市长中仅次于台北市长柯文哲,而推测原因与中国施压东亚奥会取消首届东亚清运主办权有关。 新闻稿中也说,事件发生后,PTT乡民纷纷表示,感谢中国赐票,根本DPP最强助选员。 师大政治所教授范世平也认为,对外应把台中主办权,反而让东京奥运证明公投知名度大增,同时也是在帮林家龙助选。 而近期推出超高点月一日幕聊影片,接在半天内就透过群众募款,募集3700万元竞选经费的台北市长柯文哲,这次也价格大涨20元达到87.91元, 成为看好度最高的现任首长,第三名至第七名则分别是桃园市长郑文灿,南投县长林明秦,新竹市长林志坚, 连江县长刘增英,基隆市长林又昌,皆被列为稳定前段班未来市检交易所2018县市长,我要连任。 预测市场,分别设置预争取2018选举连任的县市长预测市场期货,清算依据为该预测对象是否能顺利连任。 若市检价格越接近100元,表示市场预期该预测对象越可能连任成功,若市检价格越接近0元则相反。